地狱在哪里 地狱呢它就是在 那... 我没想到第一集就这样了 全新的单元 叫做 拉你下地狱 我们就拉大家下地狱 去直观的体验 到底地狱长怎样 你知道筹备这一个系列啊 你知道我要多大心脏吗 我可以肯定它是一个东西 这样子爬进来 我不能再拍哦 我真的吓到我 我刚才讲我真的吓到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季色满谈的 多远龙兽 我是你们白 我是Izandra 我是你们的社会 我是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我们全新的单元 叫做 拉你下地狱 耶 所以呢 我们这个拉你下地狱呢 我跟你们说 我们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 千辛万苦的准备 然后去筹备这一个单元 然后才有今天 你们看的这一集 所以你们看的虽然是第一集 但是呢 我们在 去整理这个系列的时候啊 我根本说 是真的头脑要爆炸 然后呢 这个系列为什么会有 今天的这个拉你下地狱的单元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纪色满谈的对眼龙说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我们有这个校阴殿 就是我们纪色满谈的阴殿呢 我们是有这个地狱的阴殿的 然后呢 我们就有一些小小任务啦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 帮助神明去传一些关于到地狱的东西 然后给大家知道地狱是怎样的 跟地狱是有什么东西啊之类 然后呢 大家就是全部人一定很好奇 就很好奇地狱长怎样 地狱在哪里 地狱入口在哪里 地狱有什么妖魔鬼怪精兽魔鬼 还有所有的地狱到底怎样惩罚人 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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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好奇 可是很奇怪哦 怎么大家都好奇地狱的 没有人好奇天堂哦 就很奇怪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呢 为什么叫拉你下地狱 就是这一个系列呢 我们就拉大家下地狱 去直观的体验 到底地狱长怎样 他的真面目 就是啦 也是很多人会问我 诶 小门师傅 地狱是怎样的 对 地狱是怎样的 但是很少人啊 大多数都会问我地狱是怎样的 对 因为他们很好奇 因为灵界嘛 因为地狱是最多最多灵 然后有些是什么 7月半 很多人最好奇的7月半 诶 从地狱上来啊 怎样怎样 他们怎样上来啊 之类的 是不是 你讲到7月半 我应该明白了 为什么没有人问天庭天堂 因为呢 清明界也是地狱上来 对 那7月也是阴电下来 对 所以就是那种 因为你每天 你每一天都在拜神嘛 对不对 像冬至啊 所以你已经习惯这个习俗 但是呢 关系到灵体方面 那种比较神秘神秘的 通常都是地狱上来的 所以大家就对这个 我们是地狱非常非常的好奇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去神料店 买那些烧给主持人啊 什么 全部都是地狱的钱 对 没有天堂的钱 对 所以有天公经 对 拜神的 那很多人就不会去想到天堂是怎样的 天堂是怎样的 大部分都是地狱怎样的啊 在哪里啊 我知道为什么了 应该是 不懂观众是不是这样子认为 是不是因为 可能 你们就是家人的灵啊 灵体啊 往生的家人啊 祖先 会有这种 托梦啊 之类的 在地狱啊 之类的 所以呢 你们才对地狱那么的好奇 因为啦 如果啊 你的这个 往生者的这个祖先 他应该上天堂 应该不会托梦给你了吧 很难说 其实 对不对 因为我听过有些祖先啊 对 他们可能成仙了啊 也是什么 回来找他们的后代 对 下代还是后代 然后就是托梦给他们 但是他们会讲 诶 我知道我都要随随随随成仙了 因为他来的时候是很亮的 对不对 对 可是多数啦 多数啦 祖先的梦啊 都是那种从地狱上来 而且哦 很奇怪哦 祖先的梦 没有讲话了 他们不允许被讲话 你们想不想知道原因 那你们想要知道就要留守 拉你下地狱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这个地狱 对 很多庙你去的 对 那些有专门做地狱的地方 对 人家去了看 诶 地狱是几年啊 地狱是几年啊 但是你没有看过一个庙做天堂天庭的地方 对 大部分都是做地狱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在人间 然后人间呢 就是让我们去就是有六道的地方嘛 六道的话就有所有的这些有阴阳阴阳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选择的 那我们人呢 是算是三道里面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变成很恶也可以变成很散 所以呢 就是看你的选择 所以其实我们在人间啊 为什么这么多的生命就是在跟你传地狱地狱地狱 因为就是因果 因为呢就是地狱呢 是最多因果 然后呢 跟你们说 魔在管哪里 知道吗 魔到底是掌管哪里的 它不只掌管地狱哦 还掌管人间 你们知道吗 所以的话呢 拉你下地狱就是来跟大家讲所有的这些 妖魔鬼怪 魔鬼 妖怪 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灵体 全部在地狱下面的东西 全部都跟你讲到完 反正就是 为什么我们叫拉你下地狱呢 就是我们要拉着你 带着你一起下去 看最直观的地狱到底长怎样 对 对 所以呢 再加上呢 如果你们有去关注我们的庙的主业的话呢 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们 基森满行对眼龙说呢 是有正殿跟阴殿的 那阴殿的话呢 顾名思义就是 就是有这一个 呃 阴神哦 对不对 那阴神住在哪里呢 阴神就是掌管在地狱的嘛 所以就有 像你们常见的就是有大二爷伯啊 金钱伯啊 或者是孝子爷啊 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些呢 都是阴神哦 再加上我们的庙有这些 所以我们就是 有 效应殿呢 就是有一些交代下来咯 交代下来一下要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然后去传一些地狱的东西给大家看 然后呢 我是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就 啊 oh my god oh my god 这也太好玩了吧 好啊好啊好啊 我接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就有了这个拉里下地狱 所以这拉里下地狱 我们真的 现在是我们筹备了很久 对不对 很久很久 应该 应该有一年到一年多 很久 不止 其实观众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筹备 对 其实我们筹备了 因为神一直给我们去看 然后还有暗示 对 所以我们呢 效应殿的这个阴神也是有说 出来一些关于地狱啦 但是当然没有讲到 没有讲完 对 但是呢 为什么 你们知道都 天际不可险 对 有些东西可以讲到有些东西 不可以说 可是哦 就算啦 他没有讲到完啦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这些东西啊 都已经很 很恐怖了 你知道吗 地狱啊 很恐怖了啊 我们只可能我们现在啊 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啊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然后可能只是一个5% 10% 都已经够恐怖了 你想一下真正那个地狱机恐怖 所以呢 你们没有下去看过啊 你们是不会明白的 所以呢 就要拉你们下地狱一起看啦 因为呢 我们就是有 也是有修阴阳的 所以呢 这个阴阳就是这个 我们基神满行的效应殿在管阴的 所以呢 这些阴神们呢 他们就去做他们自己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个拉你下地狱呢 我们会跟你说 所有的这个地狱 所以首先呢 你们会有很多人问 诶 拉你下地狱 拉你下地狱 从哪里拉 地狱的入口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 入口在哪里 地狱的入口到底是在哪里 是不是 西门师傅你有知道在哪里吗 你猜猜看 某某人的家的大门口 哈哈哈 什么东西 一开门进去地狱 哇 一开地狱 这样子 哎呀地狱 哎呀 怎么这样肮脏的这边 哈哈哈 没有 认真快点 除了除了庙以外 嗯 我唯一我去过几次 对 我是在庙看到有地狱的 对 除了那个如果你说大智人的地方 我觉得啦 可能在火山里 火山里面 为什么在火山里面 因为地狱全部是火啊 然后要烧那些人 没有啊地狱不是全部是火啊 不是吗 地狱的火只那一部分而已 你又不是整个都是火 对不对 所以的话 Simon师傅这个答案错 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嗯 观众们也一起猜一下 下面留言快点 在你现在快点stop这些 然后下去留言 粉末 错 怎么错呢 因为我等下跟你讲的地方 你就大概明白了 你再猜一个 嗯 大家一起猜 快点猜 地狱的入口到底在哪里呢 最高山的上面 No 错了 所以呢 哎 你在最高山应该上天堂了吧 Hello 没有啊 他最高山是他的入口下去对神 什么东西啊 因为为什么最高山 因为他不要可能 他接近到 OK 所以呢 我们今天赖一下地狱 就跟你说 地狱的入口在哪里 地狱的入口在海边 蛤 海 海边 不是海边 海的中心最深的地方 哎 你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 整个庙啊 你们应该知道有东南西北中 对不对 这个五营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地狱呢 也是有 它也是有分 东南西北中 然后就有什么什么海 什么什么海 什么什么海 对不对 就它应该有很多入口 嗯 很多入口 对 所以我们有看过啊 什么什么地狱 什么地狱 他们有东狱 什么什么狱 什么什么狱 对不对 所以呢 地狱在哪里 地狱呢 它就是在 那 啊 什么 嗯 什么 快来到哪里爬进去 那边 那边 那边啊 那边 那边 那边里面 到哪里爬 在那边 东西吧 那是这个 手法那边 手法法 对 好 方便 快去楼下这边 东西里面有东西 拿来 不然你 你先起来 哎 哇 吓死了 喂 我老了 我真的 我真的 刚才我真的 你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真的吓死了 我的魂都给你下 好 1 OK 来 继续 3 好 OK 刚才讲到 哦 我的魂 你讲到大海 OK 1 2 3 OK 大家 我们回来 然后我跟你们讲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吓死了 我跟你们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 我在讲这讲这的时候 我讲到激动的时候 然后我突然间 因为我们习惯性 我们拍影片的话 那个镜头在这边 我们会看 但是我们为了保证那个 frame一直在那边 我们会去看旁边 有那个 镜头的screen 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看过去的时候啊 我明明在相机里面 看到这边有一个东西这样的 爬进去这边后面 就是像一个这样大只 然后 也没有看到尾巴 也没有看到脸 就是黑黑一团 像老鼠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以为是老鼠 然后我就喊 因为我明明在里面看到 然后我就紧张 我就整个吓到了 然后刚才啊 我们全部先玩起来 没有东西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我就把那个整个 那个卡 我就去读在我的电脑那边 然后我去看 没有哦 我就这个 我就 我就 你知道我以无伦次现在 因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相伯师傅讲 有有有有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讲 哪里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在有 我在相机里面看到 那我讲不信你去看那个相机 但是我进去看的时候啊 没有东西 你知道吗 但是我明明看他在这里跑过来 我才吓到 我真的 我真的我没有办法 对的 他吓到的时候 站起来说 怎么你坐那边 把那个 沙发的枕头全部搬掉 我说怎么 看到老鼠爬进去 全部搬出来 没有东西 诶我跟你讲 我现在 现在我的心脏还跳很快 我真的不明白 而且啊 他就是像老鼠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尾巴也没有看到他头发 就是这样一团这样 其实刚才呢 可是我明明在那个相机里面 明明看到 但是就没有拍到哦 其实我在camera的时候 我看到我旁边有一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去抽身 因为 either是camera会照到 还是我在camera看到 但是你看到那个老鼠 我就没有注意到 没有 我不是看到零的老鼠 你知道吗 我是来真实从相机里面 看着他爬进来 因为而且 我可以承认他不是那个反光 还是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拍影片的时候 我会看那个 那个光会对焦 还是撕焦啊 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会一直去 注意那个东西 因为我们拍久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 我可以肯定 他是一个东西 这样子爬进来 你知道他有 差不多两秒时间 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样子从这边来 爬爬爬 因为我在讲这的时候 我看 突然间看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他 他这样 噗 进来 而且他不是滑 他是这样跑进去的哦 就是像个老鼠家 那我们让观众去看 看有没有 中原来是相机没有拍到 然后全部人觉得我是发神经病 没关系 我跟你说啊 有些人有那些眼 他们会看到的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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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神明 二爷 敬爷 你们叫我传这个 我第一集吧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花费这样久的时间来去筹备 因为我真的 你知道筹备这一个系列啊 这个单元啊 你知道我要多大心脏吗 你们知道我 我真的很恐怖 是很恐怖的 其实 其实一开始我已经有看到有人在这里 不奇怪 然后camera有没有抓到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在camera有看到 然后我有感应到 但是你 突然间就看到 没有 你知道奇怪是什么 我不是像普通通灵的时候感应到 我是看到 我 你知道我跟你讲啊 我看到鬼 我都没这样怕 我跟你讲 这是很像我看到老鼠这样 你知道吗 我真的 诶你们知道地狱有一个地方是有 专门是老鼠 一个窝窝的地方 你知道 哇 哇 诶不要这样子 真的 谢谢你们地狱的人 上来 给我这个节目效果还是怎样 还是阴神要给我看东西 因为你受到大海 第一集罢了 喂 你受到大海这个路门的口 可能他就是从那边爬出来 诶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怎样继续拍下去 这一集 没关系 我们继续 哈哈哈 我真的很艰难 我跟你讲 我跟你 我跟你们讲 你们知道啊 我们为什么筹备这样久啊 因为我们要 去 因为 要给你们去拉你们下地狱去看 我们首先要自己要下去地狱看见 然后各位神灵会帮我们 然后我们会有保护啦 当然 但是 重点是你知道是很痛苦的一个东西 因为很恐怖 这个恐怖的程度啊 不是讲像 那种 很像 什么看到鬼啊 看到什么东西 不是耶 你知道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第一个东西 那个场景啊 是几恐怖啊 我每次会被吓到的 你知道吗 我每次都会被吓到 我跟你讲 我真的不懂我怎样讲 所以 我知道你们观众可能会觉得我发生精病现在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看到一个东西 我真的吓死了 有时候也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在路上也是会看到那种东西 然后可能神明给我看那种东西 很恐怖的画面 你居然没有看到 然后 我刚才就讲有东西 有东西 他就讲没有 然后 我就讲我给你看那个相机 我已经很肯定 因为我是从相机看到 但是我就是没有拍到 哇哦 我是没有看到 为什么 因为第一 我没有戴我的眼镜 我站在这里 我看到一些是猛的 所以我只是看那个镜头 但是呢 刚才我是有看到有人在这里 所以 那个是很清楚的 然后你讲看到那个老鼠 我是没有看到 因为这样小哥 没有看到 哇 所以你们观众 如果所有那个演呐有演的 会看到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哦 可以哦 我看到 我魂在飞掉 然后有些观众可能看了被吓到 你们把魂拉回来 我自己要魂都还可以回来 我感觉 我真的不明白 OK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了 讲到这个海有这个 东南西北中 然后那个路门在海 OK 所以的话 为什么 等一下 OK 所以 所以的话 我就尽量了 我尽量继续回去 我刚才讲了 加油 因为我真的 我魂给下飞掉 OK 所以我们刚才是讲到那一个 海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那个海 所以 其实呢 很多我们的这个很像 就是地狱里面的这些守护神 就是他们很像比如说 哎呀我在讲什么 所以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 很像每一店掌管的那个 每一店的这个主管的生命 他们就是有来自可能不同不同的地方 所以是最东的 最东边的 最西边的 最哪里哪里的 石礁处 你知道 当那个 你懂那种 像海边里面他们有那个石礁处 就是交叉的地方 然后那边的那个海浪那些是最急 一直打架一直打架 然后那边是生长着最恐怖最恐怖的那些生物 所以比如说那种什么 恐怖的那种 鱼的怪那种 在深海深海里面 都是在那一边出现的 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 就是有记载着 就是那种地方 最底最底最深最深 然后我们人是道路道 最深最深 最深处里面 就是地狱的地方 地狱的入口 在那边 就是最阴最阴最恐怖的 所以很多人有那种 像深海恐惧症之类的 对不对 就是有这样子的概念 因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 因为他们潜意识里面 他们知道那边下面是地狱 虽然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地狱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深海恐惧症 就是因为我们潜意识知道 就是你的高我 你的潜意识会知道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就不懂 为什么你控制不了 你就是会怕 但是我会很好奇 嗯 你里面那个深海有什么 鱼 因为有那种牙齿尖尖 对 就是很恐怖很多 就长得很恐怖很丑 对 很奇怪 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的地方 对 对 其实很恐怖的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日如果 OK我跟你们讲 我真的 我没有办法再讲 OK就这样子了 真的 OK第一日入口就在大海 我们接下来啊 慢一点我们再继续讲 我真的我不能再拍了 我真的吓到 我跟他们讲 我真的吓到 真的我不能够 我真的 我真的 你们明白吗 我真的从相机里面看到 有个东西爬进来 第二集 第二集 关注 我们下一集 我跟你讲啊 我已经 我已经跟神明讲 因为神明交代 我们要去做这种 影片的时候 就是关系到 我们要传这个地狱东西 然后我们就要去筹备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很怕了 因为地狱是很恐怖的东西 就是 我也不想看 我也是不想知道 就是那种很恐怖 那种画面 因为我们以修行 我们是师傅来讲 我们要去 真真实实的去看那种画面 是对我来讲 是很恐怖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很怕这个东西 所以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挑战的 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去筹备这个东西 去看这些东西了 才会有这个系列 所以真的 我没有想到第一集就这样了 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像师傅 你可以讲一些话吗 不要在那边 所以是我没有话讲了 因为给你吓到了 然后我在想 到底 为什么有那个东西跑出来 因为我看到那个人 所以那个不奇怪 好像我们在讲地狱 这些 四周围的东西 都会听到的 但是来 你想看到那个老鼠 然后突然间 啊 我都被你吓飞了 所以 我相信大家也是 应该也是被吓到 OKOK大家 我们就这样子了 那你下地狱 第一集就这样子先了 不要再讲了 OK我们下一集再继续 OK我不能了 我真的不能 OK所以我快快做结尾了 OK所以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follow我们的其他平台 然后跟所有所有 IG啊什么 Facebook Youtube 然后订阅按赞分享 然后还有什么 啊在 呃什么啊 哦在下面留言 这个影片第一个 拉里下地狱的看法 什么想法 然后 啊就这样子了 OK拜拜 拉里下地狱下去见 拜拜 哦 每天晚上七点主食报复影片 每天晚上七点主食报复影片 拜拜 我真的不可以 我真的不可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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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